我們每次開一火乾坡 好近年 我們現在要製作陷阱 有什麼材料 鋼鼠還有繩子打一個結 綁住這個主繩 這個是時節 然後變成一個火結 放進去 夾住 一個枕頭可以進去 很快 10分鐘 10分鐘就可以做一個 對 主要這樣大小可以抓什麼 專抓兔子 然後呢 狐狸 白鼻心 對 白鼻心 有沒有 狐狸精可以嗎 狐狸精喔 狐狸精 可能要大一點 那個狐狸精是老婆去抓的 阿美族人的幽默真的讓我笑翻了 在整理好陷阱道具後 我們就往深山裡出發囉 還滿累的 而且很難走都很滑 所以我搞不好還沒射到陷阱 就累貪了 我們從這水源逆流而上 就順便看到就是動物經過走的路 然後指出牠吃的東西 牠的腳印 然後再開始去追蹤 有沒有 新鮮的螃蟹 牠吃的 不是誘歡 就是死蟹萌 所以我們射線機一定要在上面 不是在這個斜坡 從下面上去是沒有力 牠會看到牠會退縮 牠做大工 看牠有沒有牌子好過 牠必須在兩三年以上 牠的彈力還好 大工是在哪裡 這個要一直線 這就是紅的 反光一樣 扣在插銷 牠的船頭高度 牠的大約 然後牠不要從這邊過 也不要從這邊過 就是要勇士 從上面下來 好 有沒有 開始了 就是這樣 越掙脫越緊 原來一個簡單的力學原理 就能把獵物緊緊抓牢 接下來教練還要告訴我們 空手也能做出 獻起繩索 最起碼是14種以上 都可以做成這樣 都可以做成繩子 這個就是月桃 很適合當獻子的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燕像剝開來 我們需要細一點的話 我們就用手撕下來 再一兩個小時就夠了 好 開始編繩 一條一條先把它搓 搓成圓形 然後兩條再一起搓 這裡你的腿很白 不是 你看我們的毛都被拔光了 樓又歪樓又歪 你拉拉看 看能不能拉斷 所以這樣子其實就可以 真的你拉不斷了 真的不行 小看這這麼細的東西 打完石結以後 這裡再弄一個雙套結 綁成一長一短 你絕對不能放在這個 它這個受鏡上 你要放到這個旁邊 這是它走的路 你不能擋住它走的路 把這個小弓插下去 準備一個踏條 分做兩段 撐開來以後 放到這四根柱子 大概兩個手指頭高 看到白色的東西 覺得怪怪的 它一定會跨 它一跨 過來這裡一踩 就抓到了 我們並不是說 純粹就是為了狩獵而狩獵 主要就是說 希望能夠把這個生存智慧 繼續保存下去 大家更能容易清淨大自然 因為當你無知你就會害怕 教練說當你無知你就會害怕 這是我來這趟獵人學校最大的收穫 親民廉價不妨放空自己 來趟花蓮體驗阿美族的求生智慧